親吻播報 好 閉小花 黑梨花 我們這次呢有體驗到了非常多他們的訓練 要從我們評鑑員除了接受訓練以外 不看到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他們戴著這個保護套就走上短線 就深入報告採訪 我看到他們每人手都在走 我在棚裡錄主播的時候 我非常享受在整個錄影的過程當中 有了這個營隊讓高中生們能夠 及早能夠體驗 比如說社群媒體的方式以及體驗 還有播報的能力 讓他們能夠在高中的時候 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學員 經過你們這些優秀的 自新的那個被佛所帶領出來的作品 在我的心中 永遠都是無可替代的 都是更好的 謝謝各位